有传染病专家表示,随着天气转凉,意味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空气中停留更长时间,导致传播力更强。 加拿大公共卫生部指出,当咳嗽或打喷嚏时,会透过飞沫传播呼吸道病毒,例如冠状病毒。 华雅逊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专家TimsonY表示,我们不会呼出病毒颗粒,该病毒位于各种大小的液体中。 他表示,当空气干燥时,水点中的水分可能会在数秒钟内蒸发,从而令水点内的病毒漂浮在空气中。 这意味与潮湿天气相比,冬季空气相对干燥时,呼出的水点会更小及更轻,病毒的传播会更远。 在寒冷气温下,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会变得更差的另一个原因,是在寒冷气温下,人体的粘膜会变干,令鼻子更难过滤病原体。 当呼吸道变干时,病毒便更容易进入人体。 多伦多大学控制传染流行病专家兼助理教授Colline Furnace表示,由于北半球还未经历整个冬季的新冠疫情,故此目前仍只有一个猜测。 但她表示,即使冬季的数个月内,人们也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及戴口罩。 另外,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应急主任Katherine Smallwood表示,人们出外越来越多,且要恢复工作。 学校重开,所有因素都会增加社区传播,及进一步提高病毒传播的风险。 至今未完全清楚新冠状病毒是否在冷空气中更容易地传播。 但根据跨界与新兴疾病杂志于8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,随着空气干燥及湿度下降,澳洲悉尼的新冠肺炎病例不断上升。 研究指出,越来越多证据证明,气候因素可能影响疫情的变化,整体而言,相对湿度降低1%,病例便会增加7%至8%。 研究表示,温度与相对湿度会影响新冠病毒的传播,因为病毒在较低温度下可以存活更长时间,而且病毒也可以在较低湿度悬浮空气中的时间更长。 中文字幕提供